汤姆常常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 他想自己虽然是一个奴隶 但生活的还可以 比埃及的约瑟夫安要强得多 其实他的东家已经越来越看重汤姆 因此那个比较就更能成立了 圣克莱尔这个人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 过去他让阿道尔夫负责全家的物品采购 而阿道尔夫也是马虎的人 同他的东家一样 他们俩一起浪费家里的资财 这么多年来 汤姆总是把勤俭节约当作自己的本分 于是当他注意到东家是如此挥霍家业 他就忍不住提醒东家注意 开始圣克莱尔对他不以为然 后来他发现汤姆很认真 能够精打细算 所以他逐渐让汤姆参与管理 并进而把全家的物品采购事物 都交由汤姆负责 别这样 阿道尔夫 当有一天阿道尔夫对让位于汤姆 而感到生气时 圣克莱尔却这样说服他 就让汤姆单独负责这件事吧 咱们俩都是粗心大意的人 而汤姆却懂得勤俭持家 假如不让他来负责 早晚有一天咱们会把家产都挥霍完的 圣克莱尔越来越信任汤姆 把一切都交由汤姆打理 自己并不检查 汤姆其实大可欺骗他 但由于他本质正直诚实 是个虔诚的基督信徒 所以他对东家是忠贞不二的 像他那样的人 把东家的信任当作是一个信条 他认为这样认真尽职 是理所应当的 过去的阿道尔夫可比不上汤姆 他从不精打细算 结果把自己和东家的财产混到一起 对此圣克莱尔也无可奈何 他也知道这样对仆人不加管束是不对的 但他也无能为力 以致他任由仆人这么做 他认为如果自己是认真的 下人们也不会太出格 所以很能容忍下人们的过失 汤姆对圣克莱尔既尊敬又关心 圣克莱尔不信基督教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也总是一笑了之 每周日晚上 他总是去广歌剧院 或者去俱乐部赴宴 不停地应酬 汤姆同大家一样 都看到了东家的行为 他们都把这怪罪于 东家不信奉基督教 虽然他从不跟别人谈论这些 但他常常在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后 虔诚地为东家做祈祷 有时他还向东家表明自己的看法 就好像有一个周日 圣克莱尔在俱乐部狂欢到半夜一两点 才有别人搀扶着 跌跌撞撞地回到家 显然已经神志不清 汤姆和阿道尔夫把东家扶上床睡觉 阿道尔夫嘲笑东家的放纵 汤姆却对东家十分担心 一夜未睡给东家做祈祷 第二天 圣克莱尔让汤姆去办事 交代完了之后 汤姆还待着不动 汤姆对东家说 老爷 我一直认为 你对待任何人都很好 可现在才知道 事实并不是这样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昨天晚上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始终认为 您对自己不太好 汤姆一说完 圣克莱尔就感到脸红 但他仍边笑边问道 你是说这件小事啊 这是件大事 汤姆跪到老爷身旁 说道 您再这样下去 会伤及身体和心灵的 就会害死你的 老爷 汤姆哭起来 汤姆 别这样 我不值得你这样关心 圣克莱尔边说 边哽咽起来 可是汤姆 仍然跪在那里 求主人 好吧 我答应你 汤姆 我今后不再去应酬了 其实 我并不喜欢参加 早就该这样了 好了 别哭了 去做事吧 汤姆 我并不值得你那样祝福 说着 他把汤姆 拉到门口 汤姆 我不会再那样了 汤姆 这才安心地去了 我一定会履行我对他的保证 圣克莱尔边关门 边对自己说 从此以后 他果然没有再放纵自己 其实那些东西本来他就不喜欢 现在来关注一下阿弗利亚小姐 看看她在管理家事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问题 在南方 许多女管家很有管理才能 他们成功地制服了庄园里的黑奴 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夏儿比太太就是这样的人 玛利 圣克莱尔对此可不在行 像她母亲一样 她并不严谨 因此 手下的仆人也跟她差不多 以前 她曾向阿弗利亚小姐抱怨 家里的状况是如此糟糕 可却不知道真正原因在哪里 阿弗利亚小姐 自从来到圣克莱尔庄园之后 总是自己亲手打扫卧室 这使女仆们十分吃惊 她刚上任的第一天 就在清晨四点起床 收拾了自己的卧室之后 就打算彻底打扫整理衣橱 避跪 她已经掌管了他们的钥匙 那天 她把屋子里每个角落 都做了彻底的检查 找出很多以前丢失的东西 把仆人们吓了一大跳 老厨娘戴娜 对阿弗利亚小姐的做法十分不满 她很有做饭的天赋 并且是自学成才 与可罗伊大婶的有条不紊相比 戴娜非常专断顽固 令人难以把握 戴娜凡事都靠直觉 只相信她自己的看法 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这都是被Mary的母亲宠坏的 而Mary也懒得干涉她 一切听之认之 戴娜坚持厨师 是不会犯错的 而她的饭菜总是做得不错 虽然她做事时非常混乱 没有条理 但她的饭菜还是令人满意的 眼下大家都在做饭 戴娜却很悠闲 她总是这样很不专注 时不时地想点别的事情 现在她正在抽烟袋 她有很大的烟瘾 这也是她获取灵感的一种方法 一群小黑奴围坐在戴娜身边 在南方 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正在干一些杂活 戴娜动不动就缓过神来 用布丁棍敲打小黑奴 她用这种方法来管他们 她认为 这些小黑奴出生之后的唯一用途 是让自己少走点路 以前别人是这样管她的 现在她也这样管别人 奥夫利亚小姐 对家里其他方面 打理了一番之后 开始准备整顿厨房了 戴娜已经获知这一点 她心里厌恶改革 但表面却不敢表现出来 厨房的地面 被一个大壁炉占了好大地方 很不方便 圣克莱尔让戴娜换新的 但她却因固执己见不换新的 圣克莱尔第一次 去北方叔叔家的时候 按照她家的厨房设计 买了一些设备 准备在自己的厨房里布置上 可戴娜才不管这一套 总把自己的废纸破布塞到里面 奥夫利亚小姐来到厨房 戴娜仍然坐着抽烟 虽然她表面仍在监工 其实正密切关注着 阿弗利亚小姐的举动 阿弗利亚小姐拉开抽屉 发现里面乱七八糟的 什么东西都有 因此她质问戴娜 戴娜却分辨说 她已经习惯这样放东西了 拿起来很方便 还说老太太和麦瑞 并没说厨房乱 戴娜 这个厨房一定要好好整理一次 让物品都各归其位 今后得一直让厨房这样整洁 说完她就一样一样的亲自整理起来 动作十分麻利 这使下人们十分吃惊 其实在以前 戴娜有时也会好好打扫一下厨房 那时她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在地上 这使厨房更加乱七八糟 但她仍不着急不上火 先让小黑奴擦吸气 然后再慢慢归笼 清扫完后 她让大家都穿上干净的衣服 说是要保持劳动成果 没用几天功夫 在阿弗利亚小姐的努力下 整个家焕然一新 但是下人们并不注意保持 令她的劳动白费了 一天她极度失望丧气 朝圣克莱尔抱怨 你这个家也太没规矩了 你说得太对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乱七八糟的家 我也这么想 你当家的话就忍受不了吧 汤姐 跟你直说吧 圣人有两种 或者压迫下人 或受下人压迫 咱们这些人都太善良 太能忍让 所以会觉得很难受 只怪咱们命不好 下人们都这么懒惰 蠢笨 有的主人就很会管理下人 似乎不用什么铁腕政策 就把下人弄得服服帖帖 家里的一切都有条不紊 可我没这个本事 所以只有任他们随意去做 也图个省心 可这个家也太没规矩 太无法无天了 哎 你啊 也太己功尽力了 像我们这些混日子 消磨时光的人 才不担心呢 你说这里乱七八糟 可对我来说 这不算什么 我除了在沙发上 歇着看书之外 整天也没别的事可做 所以开饭时间 或早或晚 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还好戴娜的厨艺上家 各种饭菜都不错 她竟然能在那么乱的厨房里 做出这样可口的东西 我还真为她感到骄傲 幸亏是她 否则 由我们自己做饭 一见到那种条件 非得呕吐不可 我说堂姐啊 你就不要再这样斤斤计较了 你这样费劲 太辛苦了 而且自己生气受累不说 戴娜她也不习惯 我看你还是让她 自己看着办吧 但是厨房里乱得不成样子了 古斯丁 这些我都清楚 谁不知道 戴娜把厨房弄得一团糟啊 所有的东西都乱堆乱放 但是她做的饭菜 很令人满意 你应该看到她的优点啊 但是这样下去 非把家里花光了不可 那么要是都归你支配 你把带锁的东西都锁好 能限制的就限制住 其他的零星小事 就由他们去吧 但我还是感觉不踏实 奥古斯丁 我认为乡下人为人并不可靠 你觉得呢 圣克莱尔认为堂姐过于严肃认真 有些小题大做 于是大声笑起来 堂姐你对他们要求太高了吧 还希望他们诚实 他们确实不诚实 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诚实啊 怎么才能使他们可靠呢 教育他们呀 教育 你说的轻松 你指望有我和玛瑞来教育他们吗 玛瑞会整死所有的奴隶 你要让他们不撒谎 这绝对办不到 所有的人都不诚实吗 当然不是 有几个人还是比较诚实可信的 因为他们天性如此 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影响 但是那些黑奴 从小到大 都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自然不会诚实 他们已经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要让他们变得诚实 这几乎不可能 所以他们撒谎骗人的时候 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 就惩罚他们 黑奴几乎还是半个孩子 无法理解诚实的概念 他们拿到主人的东西就据为己有 并不问那是不是属于自己的 我觉得想让他们诚实 是不可能的 有几个黑奴 能像汤姆这样好啊 今后他们的灵魂归宿是什么呢 阿弗莉亚小姐问道 哦 这与我无关 我只负责他们今生的事 其实黑人早已明白 现在他们受白人的压制 在人世间已经半人半鬼 谁知道死后会是什么样呢 真恐怖 阿弗莉亚小姐说道 你们不觉得难为情吗 我无所谓 这样的人太多了 一般的人都这样做 其实世界上到处都是如此 下等人用自己的悲惨生活换来上等人的幸福 英国不就是这样吗 但其他的基督徒只对我们大家指责 那是由于我们的做法稍有不同罢了 在弗蒙特就没有这种事情 我也觉得新英格兰和各自游州比我们的情况好 哎 唐姐 咱们别谈这些了 还是去吃饭吧 你听 灵都响了 傍晚 阿弗莉亚小姐来到厨房 忽然有几个黑孩子大叫 哦 上帝 是扑吕 他来了 他还是那么古怪 总是唉声叹气 此时走进厨房的是一个高瘦的黑人妇女 头顶一栏面包 你来了 扑吕 戴娜 说道 扑吕 一放下篮子 就坐在地上 抱怨道 哦 上帝 你让我死了吧 你怎么能想到死呢 阿弗莉亚小姐 十分不理解 死后 就一了百了了 扑吕 爱理不理地说道 你呀 一天到晚 就知道喝酒 活该 一个干净的 第二代混血女佣 边说 边整理着珊瑚耳环 扑吕 白了他一眼 将来 你也会走上我这条路的 我一定会看到你那副样子的 唉 算了 别跟他计较 扑吕 把你的面包拿出来 让这位小姐给你钱 戴娜 说道 阿弗莉亚小姐 选了一些 在上层架子上 有只破罐 那里有票 杰克 你把它拿下来 戴娜 说道 什么票啊 阿弗莉亚小姐 问道 东家给我们票 我们用票买面包 每次我回去 他们都核算钱和票 如果两个对不上 就把我往死里打 那是罪有应得 那个姓简的女仆 说道 你要是不拿钱去买酒 他们也不会这样 小姐 她总是这样 我就喝 不然早就死了 喝了酒之后 所有的烦恼都没了 扑吕 说道 你拿东家的钱买酒 弄得人魔狗样 真是不知好歹 可恶之极 阿弗莉亚小姐 说道 小姐 也许你对 不过 我还得喝 上帝 你让我死吧 这样 就不用受罪了 扑吕 缓缓起身 顶着篮子 往外走 又狠狠 白了一眼 那个 还在弄耳环的 第二代 混血女仆 行了 别臭美了 何必在那扭来扭去 玩耳环呢 说这个 说那个的 不要紧 今后 你也会变成我 这个样子 上帝会保佑我 活到那时候的 今后 你也会痛苦 悲哀 整天酗酒 一直喝到死 你 这也是罪有应得 扑吕 恶狠狠地咒骂着 离开了厨房 可恶的老家伙 阿道尔夫 边为东家打水 边骂道 假如他的主人是我 我一定要好好修理他 你会那么狠心吗 戴娜说道 他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了 几乎穿不上衣服 怎么能让这种人 到咱们家来呢 简小姐说道 圣克莱尔先生 你意下如何 他挑逗地 对阿道尔夫说道 顺便说一下 阿道尔夫 不仅用主人的东西 平时还号称 圣克莱尔先生 尤其是在 新奥尔良的黑人社会里 伯努瓦小姐 我认为 你说得对极了 阿道尔夫回答 简过去 在Mary的娘家干活 所以 也姓 伯努瓦 顺便提一句 您的耳环真美 这是要去参加舞会吗 伯努瓦小姐 圣克莱尔先生 你们男人的脸皮真厚啊 简 边说边晃脑袋 耳环也摇来摆去 你再这样 明晚舞会 我就不理你 别这样啊 我只是问问 你明晚会在舞会上 穿那件粉红色的 薄纱的衣服吗 你们说什么呢 罗莎正从楼上下来 她是第二代 混血的女仆 都是顺克莱尔先生 脸皮太厚 哦 上帝啊 罗莎小姐 你来说说 阿道尔夫说道 她素来没有礼貌 罗莎小姐 一脚踮地 白了阿道尔夫一言 她也经常气我 两位小姐 你们一起来讨伐我 叫我怎么是好啊 如果有一天 我被气死了 你们要陪我呀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两位小姐 不约而同地说 同时又大声笑起来 都给我离开这儿 我可不想听你们瞎说 不要在这里妨碍我工作 戴娜说道 戴娜嬷嬷没法去舞会 烦着呢 去你们浅肤色人的舞会 我才不去呢 我可不愿意装作白人 其实自己还是黑人 戴娜说道 戴娜婶婶总是用油 把头发弄直 贱说道 但还是卷毛 罗莎反驳 把一头长发散开 可上帝并不认为卷发 与别的头发不同 戴娜说道 让太太来说说 究竟是你们两个重要呢 还是我一个人重要 你们赶快走开 不许挡我的道 两件事情 妨碍了谈话的继续 一是圣克莱尔下楼 问阿德尔夫 怎么还没打来洗脸水 另一件是 阿弗利亚小姐 从饭厅出来 说道 简 罗莎 怎么还不去做事 赶快去烫平 细纱布衣服 刚才厨房的人谈话时 汤姆也在旁边 此时 他跟着普吕从房里出来 看见他边走边呻吟 直到他走到一家门口 休息一下 让我帮你拿篮子吧 汤姆诚恳地说道 没什么 别管我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或者有什么烦心事 没有 我恳请你戒酒吧 那会把你的身心都搞垮的 这我清楚 用不着你跟我说 人人都讨厌我 恨我 我肯定会被打入地狱 我真希望 现在就去死 普吕深沉而正宗地说 令汤姆很害怕 天哪 原谅他吧 你不信教吗 信教干嘛 基督会保佑我们的 从我丈夫死后 已经没有人管我了 基督有什么用 你过去在哪生活 肯塔吉 一个白人养我 专门让我生孩子去卖 然后他又把我卖了 就这样 那你怎么会总喝酒呢 逃避现实啊 到这里后 我又生了一个孩子 我还以为 我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不必卖他了 刚开始 小孩子十分可爱 招人喜欢 太太也很喜欢他 但自从太太得病之后 我就照顾他 然后我也得病了 没奶喂孩子 太太又不给我牛奶喂孩子 于是 那孩子渐渐瘦下去 而且整天哭个不停 太太很烦 叫我把孩子放在阁楼上 结果 孩子就在阁楼上哭死了 从那时起 我就喝酒 一喝醉就不想孩子了 这办法好极了 我必须喝酒 进地狱也无所谓 东家说 我今后非下地狱不可 我告诉他 自己已经在地狱里了 哦 真悲惨啊 没有人对你说 上帝会可怜你 保佑你吗 你不知道 他会帮你进天堂吗 我是那样的人吗 白人才会进天堂 我就是下地狱 也不想去天堂 再见东家和太太 这样才好呢 说完 他顶起篮子 走了 汤姆不高兴地往回走 回到院子里 发现小伊娃正戴着花环 高兴地等他 汤姆 你总算回来了 你把马套好 咱们坐那辆新的小马车 出去逛逛吧 他挽住汤姆 问道 你怎么了 好像有心事 没事 小姐 现在我就去背马 汤姆沉重地说道 但你得说说 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你跟普吕那个老太太 讲话了吧 于是 汤姆把普吕的事 说给伊娃听 但他并不十分震惊 也没有大声哭喊 他只是脸色变白 双手捂住胸口 叹了叹气 眼睛里略过一丝阴云